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介紹的這個遊戲就是一個打雪戰的遊戲 叫做雪之石 就是下雪的時候的意思 所以我們是一個來自村莊裡面的勇士 對 我們有一棵古樹非常的巨大 然後這棵古樹它們上面會結一些很可愛的果實 就是這個雪之果 所以我們就是要爬上這個大樹 去採食這些雪之果的果實 可是呢 當我們遇到敵人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跟他打雪戰 對 如果打雪戰輸的人呢 就是沒有資格採這個果實的 對 所以我們要成為最英勇的勇士 來捍衛這棵古樹 而且這棵古樹非常的奇妙喔 它的根部呢 還會有一些 古樹帶來的神秘魔力 對 所以除了打雪戰 然後去搶果實以外呢 你也可以就是在這個古樹的根部 收集這些古老的神秘魔力 都會給你帶來分數喔 那分數最高的玩家 就是我們部落裡面最英勇的勇士 身為雪球達人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介紹之前呢 請大家幫我們按一下訂閱 這樣子就會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後有更多的遊戲介紹 就可以給你收看的到囉 或者是再幫我們按一下讚跟分享 把這個雪球大讚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們 大家一起來打雪戰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介紹 好的 我們的雪球大戰要開始了 那我們遊戲開始的時候呢 每一個回合開始之前 都會有最年輕的玩家 當然就是我啦 來甩兩顆骰子 然後甩完以後呢 看是數字幾 比如說像這次很衰的 就是兩個都是3 所以我們樹上就會長果實 它骰到幾呢 我們就長在幾號的樓層 因為我們這個樹就是還有分樓層 它就是1到7樓 對 可是7樓就是永遠都不會有果實嘛 因為7樓就是骰子沒有7嘛 對 所以它最多就是只會在1到6層而已 像我剛剛骰到兩個3 我就放兩顆 在3號樓層的地方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是要大家一起出手牌 就每個人呢 你看有五個玩家不同的顏色 每個人都是拿自己的 排背這個顏色 同一個顏色的手牌 那大家的手牌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有顏色不一樣而已 那總共有什麼呢 就是它有樓層1到7 這邊就是有數字1到7的牌 然後還有兩張就是特殊功能 然後加上一張收牌 就是收牌這一張呢 它就是一般的牌 就是它可以無限次數的使用 它就是每次打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收兩張你棄牌的牌 收回手上 然後加上你原本這張收牌的卡 也會收回手上 所以就是收三張回來的意思 可是如果當你打出這張收牌的時候 如果你手上剛好是沒有牌的狀態 那你就是可以享有特權 就是一次把所有的牌都收回來 可是就是也比較慘啊 因為你就是必須要留這張到最後一張才打 所以你前面的數字就是可能都會被別人猜到啊 之類的 因為平常如果是打數字的話 有一些特別的意義就是可能會發生雪球大戰 這個我等一下再介紹 那我先講的是這一張收牌 就是如果是最後一張打出的話 你可以收回所有的牌 那不然一般的狀況就是收回兩張加這一張就是三張 好 那還有兩張就是特殊功能 它的框框呢 框框是你的顏色就是比較特別 這兩張就是整個遊戲裡面 只能打出一次 打完一次以後就要被棄掉 就再也不能使用了 好 那這兩張都是只能用一次的牌 那這一張的話呢 叫做偷窺 偷窺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打出這張牌的時候呢 所有的人 你看完他們的牌 然後你再打一張 所以就是你可以比其他人玩打的意思 就是其他人通通都打完了 你可以再打一張 就是你可以決定說你要打什麼來 把別人給打死這樣子 好 那是偷窺 然後這一張的話呢 叫做暴風雪 不是那個閃電暴風雪 是這個雪之石的暴風雪 然後這個暴風雪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在第一順位 把所有人全部都吹走 對就是說樹上 有來樹上 就是有出樹字牌的呢 你會把他們全部都吹飛 這棵樹就是被吹走了這樣子 可是果實不會被吹走喔 這棵樹的果實非常的堅固 就只有果實不會被吹走 然後如果你是去打其他的特殊功能 例如說收牌什麼的那就不會被吹走 那其他的數字牌全部都會飛走 就是沒有用的意思 就是其他玩家就是等於廢棄一個回合 那這個閃電暴風雪的話呢 如果別人就是也打暴風雪 或是也打特殊牌 那也是都是可以使用的 可是暴風雪如果兩個人同時打 就是只會產生一次的功能 他不會吹兩次就只會吹一次 然後你吹走一個人就會得到一分 所以如果兩個人同時打就是兩個人都有分 例如說我們兩個人同時吹走三個人 那就是我們兩個人都會得到三分 那如果我一個人吹走四個人 那我就一個人得四分這樣子 OK 它就是一個加分的卡片 好 我們每回合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會做結算的動作 這個說明書上面有寫 如果忘記的話可以看一下 因為還蠻容易忘記的 首先那第一個是特殊卡片 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偷窺啊 或者是那個暴風雪就是屬於特殊卡片的部分 那第二個呢就是打雪仗 打雪仗的話呢就是說 我們會先結算就是數字一樣的 例如說我出了一個四 然後紅色玩家他也出了一個四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會打雪仗了 因為我們都是出一樣的 我們再投一個樓層我們就會相遇嘛 相遇的話我們就可以拿雪球互K對方 然後兩個人就一起吊到樹下去 對 可是還是會得分喔 因為我們打雪仗是英勇的象徵 所以我們兩個人都會得一分 那我們就會加一分這樣子 好 可是我們兩個都掉到樹下去了 所以就兩個人都拿不到水果 那打雪仗除了同一個樓層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說你在不同的樓層也可以打雪仗 可是這時候就是高的樓層獲勝 例如說紅色玩家他出了六號 然後白色玩家出了四號 然後我出了五號 假設現在就是六五四的狀況 那我們就是六號最高樓層的會先結算 所以六號他會打五號嘛 所以五號這時候就哭哭被打下樹了 然後六號就得一分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就得了一分 就打雪仗的分數 因為他把別人給打敗 所以他就自己得分 然後被打下去的人就沒分數 因為他就是被高樓層的打 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所以他就不會得分 然後接下來呢四號 四號他因為上面五號的人被打下去了 所以他就沒有人可以攻擊他 那他就是沒有事情的 就是不會打雪仗 因為就是他的附近已經沒有玩家了 除非現在有一個三號 例如說後面還有一個黃色的三號玩家 不是三號玩家 就是他黃色出了三號 那這個時候就是四號又會再打三號 就照順序這樣結算下去 所以三號就是也會去樹底下 就是哭哭這樣子 就是也不是樹底下他就離開了 就被打走了 好 那剩下的玩家接下來我們會結算 第三個就是水果 水果的話就是說看剩下的玩家 那個樓層有沒有水果 如果有的話呢他就會把水果給撿走 那這些水果的話呢也是一個一分 所以例如說剛剛如果有人在三號樓層 然後有三號有兩個水果的話呢 他就會把兩個水果給撿走 然後黃色就加兩分 他就吃了兩個水果就得到分數這樣子 好那如果沒有人撿走的水果呢 他就會繼續留在那個樓層 所以他水果有可能就是大家一直 打雪仗就掉下去 然後水果就越來越多 所以每個樓層都有水果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要停留在那個樓層 就是打雪仗獲勝的 或者是你沒有打雪仗的玩家 才有可能會吃到水果喔 好那接下來第四個結算的就是 我們的魔力值 魔力值就是我剛剛有說過嘛 就是這個古樹它的根部呢 會有一些魔力 對所以我們留在樹上的玩家 要沒有被打走的 留著的玩家 數字最小的 他會得到一點魔力值 他就會加一分 所以像現在這個狀況 就剩下6跟3 所以就是3號是數字最小的嘛 所以3號就會加一分 這個是魔力值的部分 然後最後的話呢 我們有額外的獎勵 就是說我們這個分數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分數軌 它這邊呢有畫這個樹葉 樹葉的話就表示說 它是那個魔力值 就是這個樹的魔力 然後這邊的話有畫這個爆破的符號 爆破的符號就表示是打雪仗 然後還有這個松果 就是水果的符號 水果的符號就表示說 如果你有吃到水果的話 這三個如果你剛好走在這個上面 你在遊戲回合結束的時候 剛好停留在這個額外的獎勵上面的話呢 它就會有額外的分數 可是你要剛好符合上面的獎勵條件 例如說我走到這個樹葉這裡 那就是我這一回合 必須要有得到魔力值 那我才會得到這個獎勵 那就會 它在旁邊有寫加1或是加2 或是有的是加3 就是不一定 就是看哪一個格子而定 所以如果你可以算得很精準 我剛好就是要走到這個加2 然後我這回合又是剛好有收集到魔力的話呢 那我就會再多兩分 就是多走兩步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划算的一個額外獎勵 就是如果你只要符合 就會馬上送你就是免費的分數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是打雪仗 就是要剛好這一回合 你有打過雪仗 然後又剛好回合結束 停在有雪仗的這個格子 所以其實你要算得很準的話 也是蠻困難的啦 就是你如果想要哪一個獎勵 所以你這回合就是必須要那回合有發生這件事情 才可以得到這些獎勵 對 所以其實也是需要算計策略的一個遊戲這樣子 好 那我們遊戲結束的條件呢 就是有一個玩家他的分數 大家會一直跑嘛 一直跑跑跑 直到有一個玩家 跑到終點這個格子的時候 我們遊戲就瞬間會結束 所以它是比速度的遊戲 就是因為剛剛有結算順序嘛 有5種結算順序 所以我們最後如果大家都在同一個格子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要看這個結算的順序了 所以結算的順序非常的重要 我們再來背誦一次 第一的話呢是特殊卡片 例如說我這一回合出了暴風雪 呼~~有把別人吹走我得到分數的話呢 那我就會是這個遊戲的贏家 就是如果大家都平手的話啦 然後第二個條件呢是說打雪仗 所以我這個時候雪仗如果是平手的話呢 我們記得就是剛剛數字一樣的會先計算 所以如果你是數字一樣的人會先得到分數 然後再才是那個數字大的去打數字小的 所以這是第二個順序是打雪仗 然後第三個順序才是吃水果 所以如果你是吃水果得分的話 你就會必須是第三順位 這樣子你才可以得到分數 然後第四順位就是魔力值 所以你必須要停留在樹上 然後最後是數字最小的 你才會得到這個魔力值 然後第五的話就是額外獎勵 可是最後面的格子他都沒有額外獎勵了 所以除非你是 沒有除非就是都走不到終點 所以你如果是最後的格子的話呢 你必須要看一下結算的順序 這樣子最後走到終點的 第一個走到終點的玩家呢 才是最後的贏家喔 所以他其實不會把回合全部都跑完 他就是什麼時候結算有人獲勝了 那我們就是遊戲結束 然後只有一個玩家會 除非你們是一起打雪仗 有一個特殊狀況就是我們一起暴風雪 或是同時就在同一個樓層一起打雪仗 這樣才有可能會共享勝利 所以他這個遊戲呢 是一個蠻特別的競爭的遊戲 就是也有一點點策略的程度在 你可以計算說別人打過什麼手牌啊 所以他有可能這一回合會出什麼牌 你就去計算說你出什麼牌 可能是分數最高的 所以就是我們的雪之石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個人覺得呢 雪之石這個遊戲 他有一點像殺口餘生 因為殺口餘生他就是也是 如果我們出同樣數字相撞了 那就是大家都會一起 一起掉下去的遊戲 所以他這個遊戲呢 就是你必須要去算手牌 就是看別人出過什麼數字 然後什麼數字還沒有出過 所以哪一個數字最有可能不會跟別人相撞 你必須要去稍微記憶一下 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完全不記 然後隨便抽一張就出牌 我覺得殺口餘生也可以這樣玩啦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用那種隨機的方式玩玩看 學姿勢 搞不好你會獲勝喔 搞不好 然後第二個遊戲 我覺得他有點像就是推導體積 因為推導體積他其實是 計分方式有點類似 而且他也是手牌管理的遊戲 所以就是你計分的時候 推導體積他也是就是大家一起跑跑跑 然後跑到終點的那個人就是獲勝的 所以他其實計分方式跟推導體積很類似 只是推導體積比較不可能的是說 大家一起跑到終點啦 因為每個人得的分數都會不一樣 每個人的目標都不一樣 可是這個遊戲是有可能就是 大家同時跑到終點的 所以就是比較 稍微比較公平 其實他也競爭性會更強的一個遊戲 因為他就是要打雪仗嘛 所以他蠻特別的就是 他是一個打雪仗的遊戲 就是我沒有看過這樣子打雪球的一個主題這樣子 好那這個遊戲呢 他其實我自己玩過的心得 就是你有可能莫名其妙就贏了 所以就是要看其他就是跟你一起玩的玩家 他們是不是重策略玩家呢 如果是重策略玩家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非常的心機酸鏡 或者是你乾脆就是隨機亂出 就不會被他們給猜到 因為重策略玩家常常就會猜說 你手上有什麼牌 你可能這回合想要幹嘛 所以你就可能會打哪一張 所以這個時候搞不好就是 你隨便亂出還好一點 就是不會被猜到 對所以這個遊戲呢 就是一個其實蠻歡樂的啦 就是如果你想要算計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就是歡樂隨便亂出牌 也是OK的喔 所以這是一個蠻奇妙 就是適合親子啊 或者是跟好朋友一起就是互相打雪仗的一個好玩有趣的遊戲 最後呢 必須請大家就是幫我們按讚 然後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就是按讚分享是我們的影片 這樣子會有更多人跟你一起來打雪仗喔 然後如果你有其他想要玩的遊戲 想要看我們介紹的遊戲 也歡迎你留言在影片下方 這樣子我們看到的話 下次也許我們會玩的話就會幫你做介紹喔 然後也請大家就是支持一下我的個人最新創作寫真專輯 叫做純蜜 這張專輯呢花了我非常多的心力 然後裡面總共有十首歌曲 最後面有一張CD裡面有十首歌 然後前面呢還有一百六十頁的寫真集 非常的精彩喔 就是有我的一些生活照啊 還有cosplay的照片啊 還有各式各樣有趣的漂亮的照片都在裡面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而且如果你來秘密基地購買的話呢 我還會送你一盒桌遊叫做狼人真言 那盒遊戲比我的專輯還要貴喔 所以非常非常的划算 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玩雪之石 一起打雪戰的話呢 也可以來秘密基地找我玩喔 或是其他就是我有介紹過的遊戲 你有興趣的話你也可以就是上網留言 或是直接來店裡面找我 也許如果遇到我的話呢 就可以一起玩遊戲喔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我是秘密基地的李蜜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不會忘記 我不會忘記 你 黑无暗 耀眼阳光是你的温暖 轻柔微风是你的慈爱 快乐悲伤都是你最美好的安排 嘿 晚安 虽是思念是自然而然 在梦里找寻你这心间 相信你永远与我同在 谁能代替你这个无双脸 Never forget to always find you Never forget to always miss you Never forget to always thank you Never forget to always believe in you Never forget work never forget I love you forever loving you crazing you and trusting you 每天每夜每分每秒都不忘記 Remember you stop my sorrow Remember you stop my horror Remember you stop my old tears I can't stop Remember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forever Ever I love you forever I love you forever Jare Ever Ever I date And I